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虽然是科幻片 片中描述的故事不太可能在现实中发生 但虚拟现实所带来的全新技术已然开始走进了普罗大众 为人们津津乐道 从早期的默片时代到如今的彩色有声 立体3D MX时代 电影技术的发展一次次冲击着人们视觉的感官 而位于北京的这家以不同时代电影为主题的餐厅 每个房间都记录着太多电影历史发展的轨迹 那么记者走进的这个房间会代表哪个电影时代呢 这是在玩什么花样 就餐前为何要关灯 我们其实每一个宴会呢 我们的促进抢救的是顾客的一个体验 哇 空运过来的 太新鲜了这个 所以我们就把电影元素 像VR的一个技术运用到我们的餐桌上来 就是让客人在用餐的过程真实地体验到 这一道菜品从它的选材到运输 到菜品加工的每个步骤 都真实地展现在客人面前 通过这样的虚实相结合 让客人能够身临其境 体验到环境和菜品 通过屋顶上的投影仪 把一道海参菜肴 或一些幽默的制作过程 立体地呈现在小小的餐桌上 这种即美食 艺术和科技为一体的 虚实结合表现方式 吸引了在座的每一个人 巧妙的创意 给大家带来完全不同的就餐体验 今年 这种被称为虚拟现实创意的技术 还在持续发酵 用它制作的游戏也迅速窜红 令玩家们大开眼界 戴上一款像潜水镜模样的大眼镜 就仿佛被带入一个神奇的魔法世界 难以自控 太恐怖了 太恐怖了 看到的是什么东西 看到的是恶魔 南极雪鱼 哇 好大 好大呀 威尔技术为何会带来如此强烈的感官刺激 还是如何做到的呢 请继续收看 是你如何照进现实 这种眼镜被称为威尔眼镜 戴上它 可以前往你也许从未涉足的地方 比如可以体验遨游太空的金钱刺激 比如可以体验潜入幽兰海底 进行探保 以前我玩游戏的时候 可能就是一个屏幕 然后面对这个屏幕 就是敲击键盘将去玩 但是VR当你带上去以后 你就会感知 无论你在开赛车也好 还是在跟别的怪兽在打拼也好 你是在这个游戏里面 你能完全能感受到周围所有的恐惧 或者所有的刺激 或所有的快乐就在你周围 那感觉非常棒 这个VR会打落了我们人的一个 视觉的一个冲击力 真的分不清哪些真来讲 应该是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 或者说丰富了我们的一个 更多的一个生活方式 正如一百年前 大荧幕电影刚刚出现时 所带给人们的视觉冲击 虚拟现实正在成为 对人类感知体验颠覆性的技术 那么究竟什么是虚拟现实 戴上眼镜 它真的会以假乱真 甚至能够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吗 你只能手机为例 我们几年前哪想得到 大家就滑不滑不 手势滑不滑就行了 但是确实它改变了整个 这是一个人际交互的一个界面 那么VR它是一种沉浸式的人际界面 到极致你应该说是它和虚拟的和真实的 是难以区分的这样一个情况 那么说白了它就是跟人的感知有关系 虚拟现实英文缩写为VR 它是利用计算机运算平台模拟产生一个三维空间的虚拟世界 然后借用这种与现实世界完全隔绝的特殊眼镜 使体验者获得视觉 听觉触觉 以及嗅觉 味觉等感官的模拟体验 过去 我们从计算机外部来观看 现在运用VR技术 可以让我们从计算机外部 走进计算机内所构建的环境 如森林奇境一般 简单的进行了两次体验 这两次体验感受还是非常爽的 尤其是第一个 第一个感觉就像是坐云霄飞车一样 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我们说它能够体验到以往 我们从屏幕里 甭管你是从电视机屏幕 还是从电脑屏幕 还是从过去街机游戏机的屏幕当中 体验不到的一种全景的 较为真实的感受 你看 大家可能注意到 我在这个上头的时候 我的头在来回的动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这个时候看 就不是一个屏幕的问题了 从这个眼睛里面看的视角 几乎是全方向的 上下左右到处 都有不同的景致 在等待着你去欣赏 给你带来强烈的一些感官刺激 那么我们说这个可能 就是虚拟现实技术 也就是VR技术 能够给我们带来的与以往的这种视频 完全不同的一种体会吧 简单的说 就好像你自己真实的 有一种强烈的代入感 能够进入到这个真实的环境当中去 所以呢 再加上你自己大脑 对于这种环境的认知 可能叠加起来之后 就会让你感受到别样的刺激 让你误以为 自己是在真实的环境当中 这恐怕也是这个 虚拟现实技术的魅力所在吧 当然在除了游戏之外 虚拟现实技术还可以在很多方面 给我们全新的感受 虚拟现实一度是科幻小说 电影里才会出现的事物 如今却实实在在出现在我们身边 并且正在各个领域改变着我们的生活 想象一下 无论是玩游戏或看电影 戴上眼镜 瞬间就能带你到另一个时空 随手一挥发出指令 一场精彩的足球赛 便出现在你的眼前 喜欢机车的玩家 可以随时调换你的机车颜色 并随心所欲 改造成你喜欢的样子 当然 你也可以在家建造一个 属于自己的王国 若是喜欢旅行 你也可以随时置身于自己想去的地方 不仅如此 你还能够没有限制地观察和感受 虚拟世界中的任何一个角落 甚至可以与虚拟世界进行互动 VR有很多不同的体验方式 而现在这套设备的VR 它是一种互动型的 你会看到我在动的时候 然后这个VR场景里面的摄像机 也在跟随我这个头盔去转动 天上地下都可以看 然后主要是通过我旁边的两个数据的接收器 接收到我头盔跟我手柄的数据 然后这些数据反馈到整个VR场景里面 去实现一个互动的一个功能 头部和手势控制 可以大大增强互动性与娱乐性 尤其对于游戏玩家非常必要 就像用鼠标控制我们的电脑一样 在这款游戏中通过无线传输 VR眼镜负责将你置身在虚拟场景中 而两个手柄被设计成虚拟环境中的重要道具 一只手电筒 一把手枪 与虚拟人物的互动 体验更加逼真 为了去真实还原整个VR场景 真实还原我整个人体验这种危机的时刻 会加很多音效进去 然后音效给你传输它实施的一个反馈 比如说你打枪的声音 包括旁边怪兽的声音 会让你生灵其境 这样的话你更能够体验在这种打僵尸的感觉 这种快感 甚至刚刚有小女生都被吓哭掉了 就是确实VR给人带来一种 冲击力是前所未有的 可以看到屏幕 怎么了 就下话了 一群的僵尸 然后主要是我刚刚在那边的时候 我在打前面 然后没反应后面有 然后一下子挠过了 如果条件允许 在家你也可以体验到 这样的视觉感受 目前市面上主流的眼镜有两大类 一个是基于电脑 就是像这款眼镜 就是跟电脑相连接的 旁边的这些小点 都是最终去感应跟发送数据用的 那像它这个手柄上的小点 也是去感应跟发射它的一个数据 给传感器 然后这样子最终在终端 能够得到这个数据 去实现VR的交互跟互动 那么像另外一种主流的话 就是基于手机的 像这一款 通过手机本身的屏幕 去展示VR的内容 这就是我们的普通的智能手机 对 普通的手机 说说它两个最典型的区别 就是在这个地方 当然这两种眼镜的价格 也是很悬殊的 手机眼镜 依靠你手机屏幕来呈现影像 它的清晰度 依赖于你的手机像素 视频质量简单初级 价格便宜 适合大众消费 但缺点是清晰度差 更容易产生眩晕 而基于电脑成像的眼镜 称为智能眼镜 其价格因为头部和手柄 丰富的传感器 而价格偏高 但优势不言而喻 成像清晰 可以实时完成互动 就像联网打游戏一样 虚拟现实也能满足 多人联合作战的需求 但这需要计算机 有快速的运算能力 尤其是在多数人 同时参与的互动游戏中 要求就更加苛刻 因为其实VR跟以前的 一个表现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 是它可以有人机的一个反馈 等于你整个姿态 包括你头部的姿态 手的姿态 是可以跟踪 更捕捉得到的 然后你把这个姿态定位 再反馈到我们的 在整个联机的其他的对手那里 实现联网 除了联网之后 还有多人的空间姿态的一个定位 这个是一个蛮大的一个计算量 你说它是 它不能说是一个 某个方面的一个很大的突破 但我们把这些东西整合起来 它是有难度的 其实交互式的虚拟现实手柄 除了在游戏中 有充当武器枪之外 还可以在很多行业领域 发挥它更大的作用 它可以变成医生手中的一把 手术刀 或者变成艺术家手中的画笔 前我们在画画 是用一个非常平面的东西 用鼠标啊 进键盘 去做一个平面的画 是你3D建模也一样 但现在有的时候 艺术家他突发奇想 他想在立体空间范围之内 想做个画怎么办 这个设备就可以 那么你用了它 可以在不同的角度上 可以进行做画 天图各种颜色 武器变成了特制的画笔 不需要画布和颜料 只需要在空气当中 手舞足蹈 就能够创造出一幅 立体的艺术作品 在创作的过程当中 艺术家可以随意改变背景 涂抹的不仅仅只有颜料 还有各种颜色的动态光效 比如带有特效的星际 光线或者是火焰 因为一切都是虚拟的 因此您所绘制的3D画 没有尺寸的限制 此外 虚拟现实眼镜 能够自动地捕捉手部动作 和身体所在的位置 让您从任何一个角度 都能观看作品 对于艺术家来说 这款软件提供了另外一个 更直观的创作形式 给了他们更多的创意空间 对于设计师来说 这样的应用 势必可以大幅度提高工作效率 而实际上 无论你是否是艺术家 是否擅长绘画 借助这样的方式 任何人都可以凭借直觉 来展示自己的奇思妙想 享受绘画的乐趣 然而 虚拟现实的应用 还远远不止这些 其实虚拟现实 有几种不同的情况 一种是显示 一种是戴头盔的 就是咱们现在 大家实际上就进来以后 大家目前 一想的概念就是戴头盔 实际上 虚拟现实在这里面 还有一类的显示 就是靠显示屏 比如说360度的 180度的 120度的 这样的显示屏 显示屏的话 其实它包裹性更好 其实效果是一样的 早在几十年前 用虚拟现实技术制作的 飞行模拟器 就在行业中 为培养飞行员 广泛应用 近些年 随着虚拟现实技术的 不断成熟 这种特殊行业技能 培训设备 也越来越多 在北京的一家 大型商场内 就有这么一套 滑雪模拟设备 吸引了众多的 业余爱好者 是学过滑雪吗 没有 不会滑 那开始学的时候 是零基础 对啊 对啊 一点点 因为我很怕 觉得对滑雪 这个速度的运动 会很紧张 然后还有危险 所以就觉得 但是很想运动 很想健身 然后我觉得这个活动 相对来说比较安全 而且没有受季节 长地的限制 很累 我刚才看你 发得很溜啊 你这学了几个课时 我才十几次吧 十一二次 那你真正地去 学场滑过吗 滑过 你觉得跟那个 感受一样吗 我觉得 我觉得我心里 会安全感比较足 这个模拟滑雪场 真的有这么大的能耐吗 不妨现场验证一下 于是 记者找来几位 没有经过专业培训的 学员来体验 而在体验前 首先要了解一下 动作要领 大家一定要记住 是由胯 传导你的力度 到你的股四头肌 然后外侧腿发力 形成角度 交换重心 再次交换重心 你的角度越大 力量越大 加上你的身体重心 交换频率越大 形成的速度越大 同样的道理 回到中心 形成标准的滑雪姿势之后 两板又成为一个停止的状态 大家明白了吗 听完讲解 三人决定 推举唯一的男士 来进行短时间的滑雪培训 其实很简单 首先您上来 您上来 不要有压力 这个是最重要的 你简单 别动 别动 我是越看越紧张 越看越紧张 向后坐 我都不敢上 首先您这个姿势 可以 没问题 不要过多的 用你腰上的劲 您之前滑过雪吗 滑过一两次 滑过一两次 好 来 身子稍微起来一点 太低了 来 换另一边 这个数据上 能反映出 它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吗 咱们现在这个数据 能够反映出 咱们现在在这个机器上 发现这个线上 是一个初学者 因为从哪方面 能看出呢 首先咱们可以看 它的角度 它刚才这上记录的是 它刚才左脚的角度 是在九度 而右脚角度 是在五度 说明它左右两侧的 利刃的角度 非常的不平均 差别差度比较大 说明它对腿部控制 不太好 那刚才的利用呢 大概是在十左右 这个又说明 它的腿部力量不够 而且是 渗用的比较少 所以说 它现在这个状态 属于一个 华野的初学者 咱们想再选择 把它自如顺畅 一个完美的走认出来的话 角度呢 应该是在三十左右 力度呢 应该在一百左右 所以说 咱们先要经过一段 的时间的训练 才能做到这个成就 将练习者 置身在一个 一百二十度 虚拟构建的 滑雪赛道环木中 会有非常好的 沉浸参与感 而滑雪板 相当于 威尔的眼镜和手柄 通过滑道两边 红外感应系统 可以将 学员腿部 滑雪的角度 力度等数据 实时捕捉下来 教练通过数据 来分析 学员的问题 并加以指导 能够达到快速提升 滑雪水平的目的 这样的练习 无论对初学者 还是专业滑雪运动员 都非常适用 有一个叫亚利山大的 在俄罗斯的一个选手 35岁都没有什么 好的成绩 也就是说 他一级都是 几十名的这个位置 他用这个机器设备 大约练了一年 到一年半左右 他拿到锦标赛的冠军 世界锦标赛的冠军 所以其实很多的运动员 滑得非常好 但是就是因为滑雪 这项运动 他并不是天天都可以练的 因此他的练习的频率 直接导致了 他的更好的成绩 半个小时过去了 现在让我们看看 这位初学者 在虚拟滑雪赛道上 练习的效果如何 和刚上去时的状态 完全不同 在滑行速度上 我们的初学者 有了明显的进步 姿势有模有样 这是一种新的体验 感觉那个跟真实的雪场 就是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上雪场 那个教练也不可能 跟着你一块滑 是不是 到这的话 教练一边看 一边纠正我的姿势 这个确实是训练的 那个很快 比那个在雪场快得多 我觉得这挺好 谢谢教练 实际上 维尔虚拟现实 早已不能满足 人们对幻想的追求 现实与虚幻的边界 还在不断地 被一点点打破 还记得电影 阿凡达中的一段场景吗 杰克在被派往 潘多拉星球前 基地组织者 在虚拟的三维立体地图上 研究潘多拉星球的 地形地貌 虽然地图 是用全期投影出来的 虚拟地图 但它并不耽误 在实际生活中的使用 而这种在现实环境中 叠加虚拟环境的技术 被称为增强现实 英文缩写为 A2 这样的就是一个 非常典型的AR系统 其实VR和AR 在这个 关于VR这个上面 有个典型的一条 一个两端 这边就是VR 就纯虚拟的 这边就是真实的 虚和实 那么其实在中间的话 有的时候 VR多一点 有的时候真实的多一点 AR就是介于中间 你有时候可以增强虚拟 有时候可以增强现实 无论你愿不愿意 除了游戏娱乐外 越来越多的行业 引入AR和VR系统 从不同领域 进入大众事业 在购物 教育 房地产 旅游 医学等领域 都在发挥着 意想不到的作用 甚至它还有机会 取代智能手机 桌面其通 正在试图干涉 人类看待世界的方式 那么 虚拟现实技术 真的能左右我们的生活 成就未来 明天请继续收看 虚拟照进现实 如何利用炫酷科技 将虚拟世界与现实生活 完美融合 创造情境 改变我们的生活 进行收看 走起科学 虚拟如何照进现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